刷頭就可以了 好 接下來帶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形狀比較扁平一點點 像那種扁平的散毛狀 那大家會發現 因為它其實毛不會很多 扁扁的 薄薄的 它的功用就是比如說像上蜜粉的時候 你可以輕輕的用它 刷上蜜粉之後再刷在臉上 你的妝就會比較薄頭的感覺 因為有的人啊 初學者 他們比較不會上蜜粉 一上就哇 拍好厚喔 明明蜜粉就是比較透明 比較輕薄的感覺 可是一拍就拍好厚 你用這一種啊 你就可以輕輕的把蜜粉刷在臉上 就會製造比較薄透裸妝的感覺囉 好 接下來給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是松鼠毛耶 我最喜歡松鼠了 松鼠的毛被做成刷具了 給大家看一下松鼠毛 那這個松鼠毛呢 在這裡被做成斜角的腮紅刷 那為什麼要做斜角的腮紅刷呢 好 在這邊我要拿起來示範一次給大家看了 因為我們通常刷腮紅的時候 有分好幾種方式 待會可以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那很多的化妝師他們都會這樣子 斜斜的畫過來 所以如果它是平的話 就會覺得有點卡卡的 但是它做斜的 很容易就順著臉的弧度畫上去了 所以等於說讓大家在化妝的時候 能夠更輕鬆 松鼠毛真的好軟喔 好舒服喔 好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刷疊很特別喔 你看 它不是Beat Tailor 它為什麼可以做這樣子M型的呢 你看喔 它是這樣 可以刷在我們 就是下顎的地方 就可以順著我們的輪廓 它叫做M型輪廓刷 或者是我們全骨的地方 就這樣刷 其實啊 就是可以順勢 讓我們的所有的腮紅 或是粉更均勻的 服貼在我們的臉上 因為如果刷子啊 毛是齊的 可是我們臉是凹凸凸的嘛 那你這樣刷的話 可能就只有全骨最凸出的這一塊 有刷到粉而已 但是你這樣就可以順著它的 弧度有沒有刷過去了 有沒有很輕鬆 所以剛才就說選對刷具啊 即使你是初學者 其實很輕鬆就可以畫出很均勻 甚至你要很薄透 或者是顏色比較飽和的妝了 那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比較平的 刷頭比較平的 腮紅刷 你看喔 這就適合畫圓的 你畫斜的就會 欸欸好像有一點點 稍微卡了一下 卡了一下 所以要做斜的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要畫圓的 就是比較可愛的話 你就可以選這種平的 刷頭 好的 那給大家看一下 我有一張照片 要給大家看 就是我跟一個專業的老師合照 那這個專業的老師呢 他長得非常帥氣 可是由於來不及通知他說 要把他的照片放上來 所以只好先把他的眼睛打一下馬賽克 要不然他平常長得很像韓劇的偶像男主角喔 好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刷具組居然背在身上 看起來很專業對不對 大家去逛百貨公司的時候 都會發現很多專業的彩妝師 他們都會把刷具背在身上 原因是什麼呢 走到哪裡就可以直接來幫大家補妝 那因為人這麼多 比如說像我們拍戲好了 拍戲或者是我們拍廣告 化妝師都要這樣跑來跑去 他不可能看到你 欸 腮紅掉了 好 跑回去拿一個腮紅刷來幫你補一下 又發現欸 斜的眼影掉了 又跑回去拿那個眼影刷 其實這樣太麻煩了 他們都會有這種背帶 好酷喔 好 今天佩佩有準備兩個不同的品牌 來比較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介紹的這個品牌 是比較走那種歐美的路線 大家會發現他的東西都做得比較精品 比較有質感的感覺 那待會兒就可以 兩種不同的品牌 我佩佩幫大家收集到 可以來比較一下 你看 去把它扣著 好 接下來 來 過來 您好 請問想要補點什麼嗎 然後就開始幫大家化妝 有沒有 超專業的耶 欸 我好想以後每一集啊 就是我們有介紹彩妝的時候 我都可以背著這個在胸前 然後來教大家化彩妝 那看起來超專業的耶 好的 那除了這個背的之外 這個是比較就是在工作的時候 然後可以很省時間 而且最完整的一個裝備 那如果你想要輕鬆帶出門的話呢 比如說有的化妝師喜歡出外景 或是有的女生啊 她們出去玩的時候 在家裡化完全妝 出去玩的時候也想隨時隨地來補一下 這時候大家可以選擇比較小的 欸 對不起 對不起 我還要再介紹一下這個 很特別的是 它是輕竹的 它的筆桿是輕竹的質料喔 大家可以發現是竹子耶 因為竹子的特性是什麼 它最大的特性就是 它很輕 非常的輕 所以拿起來不會有負擔 所以大家會發現 它拿起來的時候輕輕鬆鬆 輕而易舉 那它們家還有出原木的 原木呢 就會比較厚實穩重一點點 那就是給手比較容易抖的人 它拿起來除了外觀看起來比較穩重 最重要的是它也比較厚實 那我挑的是輕竹的 因為輕竹的我覺得比較輕 然後在大家使用起來的時候 也會比較得心應手 好 那除了輕竹的啊 還有原木的啊 還有一般的黑色圓的筆桿之外 還有這種紅色的 它紅色的其實做的也還蠻有質感的 因為就是很亮眼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是比較短板小型的 就是很容易帶出門 就有這種戰紅系列 那都是筆桿比較短一點點 然後而且啊 這一家還蠻好玩的是 它們有出很多很多不同的套子 有鱷魚皮的套子 然後還有各式各樣不同的 比如說那個帆布的套子啊 之類的 鱷魚皮也看起來超有質感 好像自己的那個晚宴包有沒有 就拿在身上了 好 除了像這種鱷魚皮的啊 然後還有像這種帆布的 或者是它還有不同的刷具 就是大家可以輕鬆鬆帶出門這樣 好的 那這是剛才介紹給大家 就是比較走質感歐美路線的那種感覺 接下來要介紹給大家的是 比較走藝術那種傳統工藝 老師傅那種超厲害手藝的 路線的刷具廠商了 好 那在這邊呢 要先跟大家說 因為這一家啊 它們很掌舊從 我現在要介紹第二個品牌囉 那第二個品牌 它們是走比較那種工藝路線 藝術路線 所以它們從挑毛 以及到各式各樣筆桿的製作 都有客製化的 然後甚至可以讓你自己選擇 那都有老師服 一個毛一個毛一個毛 然後一個筆桿一個筆桿 自己在那邊做出來的 好 首先先請大家看到的就是 我幫大家分好不同的毛了 因為不同的毛都會有不同的功用 在這邊先請大家看到 第一個這個毛 我從軟幫大家分到硬 這個毛是最軟的毛 灰鼠毛 灰鼠毛好軟 好舒服喔 超級軟的耶 那第二軟的就是花鼠毛了 其實大致上摸起來沒有很大的分別 可是你仔細摸一摸的話 就會發現 哇 它們真的好講究喔 真的好厲害 還是有差一點點耶 那為什麼大家好像都覺得 軟的毛好像比較舒服一點點 那為什麼我們都不 所有的毛做軟的毛呢 待會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好 灰鼠毛 花鼠毛 接下來化仙動物毛 這個毛稍微比較有彈性一點點 接下來呢 就是光鮮 光鋒羊毛 光鋒羊毛其實毛已經夠軟了 但是大家可以發現 它居然還輸給灰鼠毛 跟花鼠毛 以及棕鼠毛耶 所以可見灰鼠毛 它的毛摸起來是有多舒服了 那接下來這個是 加拿來的